已故歌手黄家居坟墓行毁案 其中15岁男学生被告 申请保释在被法庭拒绝 案件有两名男子被控 没有合法解释 用铁锤行毁 黄家居墓碑 报称冷气寄工的叶子涛早前获批保释 15岁男学生不获批保释 早上到关塘裁判法院复合 裁判官听取陈词后 再拒绝被告保释申请 被告继续还压托门儿童及青少年院